主料,面粉100克,糖35克,玉米油25克,蛋28克,主料,红薯1个,咸蛋黄2个,豆渣粉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食材准备,面粉,糖,玉米油,咸蛋黄,蛋,红薯,红薯洗净,吃皮切成块,入微波炉,当活着3分钟后取出,咸蛋黄也同样转熟, 香薯蛋黄,红薯块用条羹压成泥,姜蛋,糖,玉米油搅拌均匀,面粉在岸菜上做着粉条,中间倒入搅拌均匀糖,蛋,玉米油混合液,用刮刀,一点点葱绿向外将粉推入,然后用刮板抽盖压上,一炒一压,不断保护,直直在油盐全部混合粉中,切刮成长方条,牛酥皮和好注意,这过程不能用手揉, 而是用刮板操作,这叫附叠法,然后切成6个小剂子,油酥皮搓圆30克每个,同样一群蛋黄薯,也搓圆20克每个,取一个剂子放掌心鸭扁,这皮饼园会有小小裂胎,是正常的,放上咸蛋黄薯的馅料,慢慢的两手配合收口,鸭扁,攒上豆芽粉, 每个皮子垫上油纸,放入烤盘,入烤箱,温度180度,30分钟就是个人烤箱而已,烹饪技巧,一,初次做可以用白油黄油为35克,这样操作方便,我第一次感觉你油的,味道真很好,注意冬天鸡蛋一致,二,粉不能在盆内操作,和面劈态用附叠法,鸡边炒边压,不用手揉错, 三,独特创意,外面果自制豆渣糖粉,增加豆香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